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很高興今天又能夠來到張基 我是大概兩天前到的 所以呢今天好像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所以今天時差好像都調過來了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上帝在我生命裡面所做的一個新的一個里程 大家可能都知道 大概三年前我第一次到張基的時候 跟你們分享過我的見證 我是一個有點不務專業的醫生 我在做醫生的時候大概十年前開始呢 我就開始做房地產 然後做到手邊已經有二十幾個房子 然後去買那種地來蓋豪宅 結果到2008年經濟風暴的時候呢 全都沒了 我重新開始 又白手起家 但是呢 上帝讓我 他拯救了我 他讓我知道 我應該珍惜的是 我有這個做醫生的身份 然後又讓我呢 可以用詩歌來幫助別人 幫助他們的新生靈 得到安慰 所以我很感謝在過去的兩三年裡面呢 上帝讓我能夠 真正找到了我自己 能夠讓我滿足的地方 也能夠讓我成為世上的光和眼 但是在很奇妙的去年裡面呢 上帝給我的生命裡面 有一個新的改變 下一張 除了我在每半年到台灣來 送CD給大家聽之外 下一張 我在我的診所裡面呢 也試著開始整修 因為我把它當成一個家 好像不是只是上班的地方 下一張 我覺得 真的感受到說這張經節裡面 是說我是葡萄樹 你是枝子 藏在我裡面 我也藏在你裡面 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什麼都不能做 我發現只要 我能夠常常在主裡面 那不管我是做什麼 他叫我做什麼 我都願意 我都可以做 讓我更能夠感受到說 我在做醫生的時候 我可以很享受 我可以跟病人聊天 不過呢 現在看病越來越慢 因為聊天聊天 然後時間就過去了 但是我覺得 上帝讓我在 看病的時候 能夠更認真 也讓病人能夠 得到更多的好處 在我出來之前呢 有一個病人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他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他在打麻將的時候 有時候摸一摸牌 然後拿到 看到那個牌呢 他就會 差不多 燉大概兩三秒鐘 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 可是他雖然是這個 很不經意的告訴我 但是呢 我就 滿仔細的替他做了一個 這個 neurological exam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 是神經科的醫生 不是精神科 神經科醫生 沒有 神經科的通話就是 做一些 碰鼻子啊 有沒有 然後走直路啊 然後叫你伸出 你的舌頭來啊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然後 我就這樣替他做 結果我發現 唯一喔 不太正常的就是 他剛才把那個 右手呢 這樣子 翻的時候呢 他很厲害喔 可是他 左手拿出來翻的時候 就有點 踢踢圖圖 好像不太正常 就因為這樣子 我就說 你去做一個MRI 你知道在美國呢 申請這個MRI 是很困難的 因為要兩千塊美金 所以呢 他們都要一定要 醫生要出很多證明呢 才可以去做這個MRI 結果我就跟他們講說 這一定是有問題 結果沒想到照出來 真的是一個 兩公分的腫瘤 在他的這個 右腦裡面 parietal load 結果他很感謝我 他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上帝的 給我的一個祝福 讓我能夠在 很奇妙的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 整整出一個那個 可能人家看不見的 而且這個腦瘤是很毒的 如果沒有拿出來 他可能很快就會長得很大 所以我很感謝神能夠 在我的生命名裡面 給我一個重新的一個 使命感 讓我覺得說 不管我在看哪一個 病人的時候呢 我都需要很認真的 知道說 他到底 這種小小一點的毛病 到底是什麼問題 下一張 下一首歌呢 叫做他與我同在 這首歌呢 也許你們 對你們也不陌生 在聖誕節啊 的時候都會有唱 所以呢 如果當你唱 聽到這個 你自己會唱的時候 請你也跟我一起唱 這首歌叫做 他與我同在 下一張 一個不知名的人 愛上一個平凡的女孩 彼此的愛 彼此的愛 盡守著誓言 是因為 深心 可靠 那獎 I told that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一個未出生的人 帶著多少愛的期待 每個心跳 每次的反動都帶著應許 Imanueel 旅を問い Imanueel 旅を問い Imanueel 旅を問い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Imanueel 旅を問い Kaura 旅を問い Myatria 旅を問い Go let us adore Him An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manueel 旅を問い Imanueel 旅を問い 不想的人 带着你最后一滴泪 不要悔恨 别带着亏欠 来到他面前 Evan you will 他与我同在 Evan you will Oh in a tomb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Amen 下一张 在去年的时候呢 在我一个非常我没有想想不到的一个下午 我们在医院的一个CEO就是像你们这个院长 他打电话跟我说他要在今天下午4点钟要跟我碰面 我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了 可是你知道在美国的医院不像在台湾的医院 我不是让人请的你知道吗 我是自己老板 我是在外面自己开业 所以应该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啦 这种CEO要找我 那 在美国的这个制度呢 在外面开业的医生呢 会把病人送到医院去 所以其实呢我们是医院的医师父母 他应该要来巴结我才对 所以呢我想这个应该是好事不是坏事啊 不过很紧急 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打电话给我过 我也不知道他居然认识我 后来我想一想到底这是什么回事 你知道在美国呢 因为医院不可以请自己的医生 尤其在加州 所以呢医院如果要有病人进来的话 他一定要跟这个医生团体呢 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在我们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很漂亮的医院 就是这一间 前一张 上一张 这家呢他也是一个长老 长老教会系统的医院 他的医院很漂亮 是在海的旁边 所以呢每一间房间呢 都是单人床 就是一个人一间的 然后呢每一个房间呢都有海景 所以呢所有那个要生产的 其实有很多才来台湾去的 大陆去的 要生产呢就到那个地方生产 因为很漂亮 有海景可以看 那这个医院呢 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那里的名气很好 而且他那个医院呢 服务很好 所以很多很多的病人呢 都跑得很远都要来自 那个地方看病 可是他那个地方呢 二十几年来呢 都是跟一个医疗医生的团体 叫做 叫做 不要讲名字啦 反正你们也不知道是谁 他就跟一个医疗团体呢 有很亲密的关系 二十几年来这样子 结果这个医疗团体呢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跟CEO吵架 还是他们自己觉得说 跟别人合并会比较好 所以呢 他就去跑去另外一家医疗系统 去跟人家 被人家买去了 结果那个 这个医院突然就 都没有医疗医生团体了 你知道意思吗 这很紧急的 因为你所有的病人 都要从这些医生来给你 对不对 像我们这种一两只猫的不算 要那种很大的医生的团体 大概有七百个人的医生的一个group 来给他病人 所以突然他在一夜之间 当然我想他们也经过很多的negotiations 但是在一夜之间 这个消息发出去 这个医生的团体 完全就卖给另外一边的 这个competitor的医院了 跟他竞争的医院了 所以怎么办呢 他们在一天之内呢 去找了大概十个 在我们附近的医生的leader 就是领袖的医生 然后希望他们来 给他们一些意见 那你知道这四点钟的那个appointment就是我 所以我是排到大概第九名第十名的 可是呢我自己也觉得说蛮荣幸的 就在他那时候他来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他希望呢在这个地方 再重新建立一个医疗网 那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你知道我以前是做生意的 所以呢我就要跟他讲说 这个你要有一个新的business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differentiation的factor 对不对 就像你要去那个 吃一碗那个卤肉饭好了 一阶都是卤肉饭 一定会选一个 你自己觉得口业特别的 对不对 可能你不会去找某某家 可能你觉得这家比较干净啊 或是这家比较好吃啊 N3放比较多啊 或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呢你要是要开一家 这个医生的这个医疗网 你要去跟人家竞争的话 你一定要跟人家做一个什么不一样的 那我就开始啊 头头是道 就这样子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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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开始讲出来了 嗯他觉得 你讲得很好 你来做我的顾问 就这样子 我就被他聘请去做顾问 就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希望在两年之内呢 能够争取到大概 一百多个医生 那第一批呢大概是 在五年之内啊 争取到一百多个医生这样子 可是在前面两年 他希望能够先找到二十几个医生 来成立这个团体 所以呢我就跟另外两个医生一起 我们就是 开始在替他做这个智囊团 结果没有想到 在六个月之内 我们就替他害了27个医生 然后在这六个月之间呢 我们也很团结 医院里面呢 聘请了很多的建筑师 那你们也知道 我以前是很喜欢室内设 就是我买的房子都要自己设计等等 所以呢我就给他们很多的那个 意见啊什么的 然后呢我自己呢 从大概十年前就开始 用电脑的 电子的这个档案来做 chart 再做 chart怎么讲 病例 所以呢我对这方面也非常有经验 而且我是因为要run我自己的clinic 所以呢我都会精打细算 一定要选那种我觉得最好的系统 所以呢我也帮他们 设定了一个系统 所以他们就很高兴 在六个月之后 他突然告诉我就是在我要回来 台湾上一次要回来之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kymo不太好 没有 我都是常常笑脸的 但是呢居然在十月的时候呢 他说我们不需要你了 那时候我想 我给你功劳那么大 你就这样子不需要我了 他说我要是要你 要你的话 那我一定要把你当做是我的员工 这样子 不可以变成是好像顾问那样子 我说不行我 自己的这个 这个诊所搞得那么好 我也不要被你买去 我希望能够自己还是有自己的自由 而且我还要回家回台湾宣教 然后我要请很多的假 那你们一定不会让我请 他就说不行 他就说那这样子对不起就不行了 可是呢我们不要你走 我们有很多其他医院里面的project 需要你来做 下一张 因为我们在这里和美国都一样 都知道说呢 其实长期病呢 慢慢的随年龄而增加 所以当你到了这个八十几岁的时候呢 大概身体里面就有大概二到四个毛病 就慢慢慢慢的增加了 下一张 但是呢全科的医生又很短缺 那你们知道我是内科的 现在没有人要去做内科 要不要去做家庭医生你知道吗 在美国 因为家庭医生跟内科医生 赚的钱都很少 所以大家呢念完了这个内科之后 就要继续再去念 什么心脏科啊 什么专科的 你们这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没人看没人点头 OK好没关系 下一张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我们一定要更efficient 就是更有效力的来使用这些医生 所以用电脑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有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病人从医院里面送到 比如说是那个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是护理中心 然后或是说再把他送回这个他的家庭医生的时候 有时候呢这个病例就没有办法跟着跑 所以他们希望有设立一个系统 就是能够从这个医院到 到Lab到Outpatient到Physician Office到Nursing Home 全部都是可以连接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电脑的这个工程师来设计的话呢 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说 在医生能够使用方便的情况下 所以他也需要一个医生的顾问 所以他又叫我去做这个 下一张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就发现说 我有很多很多的 我可以offer的 不只是做医生 而是可以做一些 医生以外的一些行政的工作 下一张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paper 全部把它变成就是电子档案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所以呢让我大概也 接下来十几年都有工作做 下一张 所以除了做医生之外呢 下一张 我感觉到 大卫所说的这句话 我们一起念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生知道的 不是因为我很骄傲说我自己受造可畏 而是我感受到 当我了解 当我知道我是一个知子 而我是在葡萄树梨的时候 我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做 下一首歌呢 叫做 奇妙可畏的宝藏 这是我来之前在飞机上写的 在下工作站上的头衔 在下工作站上的头衔 把命片上的我留在台阶 把命片上的我留在台阶 让我浸泡在今天的游泳里 也讨厌 愿对自己生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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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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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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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